音頻的秋香 追夢是史的愛的古修 各位台灣請起立 今天 大家請坐 吃飯前 輕鬆 看一下藝術筆 有相機我會看 請給我手 兩位 好 兩位相機了 所以人來一下 我會再有些重複 但是今天我帶了一個新的圖片來 不太出味 不聽話所以我從頭開始 從 那是誰 鳳梨 很好 鳳梨 唱過課就 鳳梨 大家都看過 我們有看過鳳梨 這個真的鳳梨 不是喔 這是鳳梨的照片 不是鳳梨 這話要講清楚 這是鳳梨的slides 但是我們想到鳳梨 所以是一個概念 因為真的一個鳳梨在那裡 你看不到 平面 所以同樣看就同樣的問題 每一個人有一個concept 概念在裡面 給你 把過去跟鳳梨 相關的 experience 經驗 還是感覺 都帶進來 小說幾歲要吃到鳳梨 在那裡唱什麼 不好意思 繼續 這是鳳梨 這是鳳梨 我是 講一句話 誰有上過我們的官網 都有上過 最近有一篇文章 叫做眼見為憑 你記得嗎 眼見為憑 什麼叫眼見為憑 有很多人說 眼見為憑 看得到才是真的 看得到才是真的 於是有人就挑戰 看得到真的是真的嗎 魔術師把你變魔術的時候 它是真的嗎 當然是假的 但是你看到了嘛 手真的在打給你 真的有把手 打給你 沒有了 小時候經常騙小朋友 會記得 騙小朋友 咬掉 我就真的看到 手指都被咬掉了 怎麼又長回去 眼見不一定為憑 現在就是說 你看到東西 它是什麼意思 你要想一想 它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先看 我是看下一張 放大一點 到整個畫面 稍微移過來一點 我是個畫畫老師 我教畫畫 那我一堂課叫做 創意思考 跳躍性思考的作品 跳躍性思考的作業就是這樣子 你先看到一個物件 把它描述畫出來 然後給它一個跳躍 換成第二個東西 不能跟前面一樣 可是是根據前面的畫 你做個變化 第二個根據第一個 第三個根據第二個 第四個根據第三個 要跳一件思考 所以這個小朋友 他拿到我的作業 他學零錢 就跟那個小朋友一樣 還沒有上小學 可能是大班或中班 他那時候畫的時候是大班 可是小孩子是資優生 我真的從小就天才 這個小孩子在20分鐘裡面 給我完成的作品 他裡面畫的幾顆王來的 大家猜猜看 一顆的請教授 幾顆王來在裡面 一顆的請教授 兩顆的 看到兩顆王來的請教授 三顆的 四顆的請教授 五顆 五顆以上的請教授 這顆吧 大家同意嗎 最像鳳梨 雖然他學零錢 我也沒那麼行 但是可以接受 對不對 很可愛 第二個鳳梨是誰 有人記得這個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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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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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來的 不是王來 這王來 回到剛剛那張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那個鳳梨 有 有沒有 這個 他在上面這個 一顆一顆 那不是王來 來 再退回去 那一顆一顆 它真的是寫實 蠻厲害的 第二個鳳梨 我說跳躍心事 給它跳成什麼 它把它跳成這個 這要怎麼看 蛤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可以這樣講 但是 你這樣跳一絲思考 已經沒有在原來的物件裡面做轉換了 它變成人的頭 我們現在在畫鳳梨 所以你要根據鳳梨這個概念 衍生發展 不可以跳到另外一個物件 我們就這樣圍鳳梨 你只能 就鳳梨做轉換 所以它畫成什麼 有人講到了 往下看 從上往下看 對上看 有的會比較看 所以王來 你要對上看 那個葉子就變成長長的 就像太陽一樣 所以它第二個畫太陽 對不對 可以了解它的概念了嗎 它有點跳了 第二個變太陽 可是太陽對它來講有點簡單 所以它做了另外一個跳躍 這是什麼 下一個 這個鳳梨 我要求它畫 不能自己隨便解剖 我哪一條王來 看你怎麼處理 所以太陽的鳥 它就有點Hint 有點暗示 暗示你怎麼看鳳梨 它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比較複雜 都叫它比較簡單 想成太陽 發散狀 頭從上面往下看了 這已經有一個新的concept 一樣嘛 集合集合在這裡 上面給什麼 收集 對吧 它把它想成十鐘 可是因為它是學零錢 所以它不曉得一天是24小時 它寫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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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二十七 現在二十七 它有一天二十七 那沒關係 它一直到了 這是一個十鐘 然後一夜一夜這東西 還有生有錢 表示十針在跑 十針只有三支 它畫那麼多支怎麼辦 所以它有的生有的錢跟你講 這個十針是在盡行中 主比 很聰明 這真的是很聰明的小孩子 它現在還是圍繞在這個物件上面去思考 下一個鳳梨是什麼 你看我們看東西不一定用來這樣看 但是你如果對這樣看就另外一個樣子 另外一個世界對吧 結果這時候它停下來了 它當然旁邊畫一個叉子 你看看有點像披薩 所以就加一個籤子 可以吃 變成食物 但是那個還不夠喔 它厲害在後面 他說老師舉手 我說什麼事情 他說我要把它吃 一支鳥 我說 我畫鳳梨為什麼要用這個鳥 我畫鳳梨為什麼用詞 如果是其他老師可能就 啊 點點啦 繼續畫 我不是喔 我是 我是很有意思的畫畫老師 我鼓勵小孩子各種方法 你要吃我給你吃 拿手來畫 沒關係 於是他就畫了這顆 這是什麼 排列 要怎麼看 排列 排列什麼東西 沒有在排列 餐桌 再講一次 沒有跳離開鳳梨這件事情 不要去跳到別的地方去想 欸有有 那不錯 你進口 但是呢 當我這樣想 你用來剛才這顆 其實它不是從那個鳳梨 它從這邊 我剛才講說 第三個根據第二個 第四個根據第三個 所以下一個發展就要根據這一個 如果這個合理的推論到直線的話 表示滾動 剛才有一個童心說滾動 滾動那時候 那個就走出來 對吧 所以它上面有數字 0123 有沒有 123 一夜一夜 集合集合的走下去 就走在這裡 有沒有 那時候 我這樣跟其他老師說 老師說 徐老師你想太多了 你把大人的思考套在小孩子身上 你把他弄得太天才 沒那麼厲害 我說 他其實都給我們暗示 你看看電影 我可以講 稍微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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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車子 這就是一個hint 你們在看東西的時候 要學會看hint 就是暗示 小孩子思考 他是很邏輯的小孩子 所以汽車在跑的時候 輪子是什麼 滾動的 就是跟你剛才 你手在動 就跟輪胎一樣 這個如果是輪胎 滾下來的結果就是那個 就是軌跡 track 有意思 所以徐老師並沒有解讀太多 後來這個小孩子發展 也證明我講的是正確 他變成世代數學系高台生 後來就到美國去深造 拿到博士 數學方面 他專攻的就是透普學 立體的 那種 就是這種概念 很厲害 怎麼厲害吧 3D 本來3D的描述 這個方向 然後再來跳到 從上往下看 加上時間 四度空間 再拉回一度 拉線 厲害 真厲害 有厲害嗎 好 怎麼樣 這種課會增長你們的怎麼樣 靈活的思考能力 不會再過期這樣僵化 但是這關學生的作品 抱歉 在台灣的學校裡面 搞給老師 什麼 等一下 打個60分 好 好 去旁邊走 天才 天才在我們的系統裡面變成什麼 變成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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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棄給抹殺 扼殺掉的教育系統 那不是 你們只有一種標準答案 不是這條案 出的就是都錯了 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過期到這種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分的一套 台灣人 都是這種台灣人的 修繪方式 我們只有一種想法 離開這個外面的世界 看不到 可是這個小孩在沒有受過我們的教育之前 是靈活的 OK 悠遊在各種項度裡面跑來跑去 台灣過去也是應該是這樣 你們被訓練到 變成工廠裡面的罐頭 揣都一個想法而已 所以當我用這種小朋友的話 來挑戰你們的思考的時候 你們會卡卡 頭腦在哪裡卡住了 在那邊卡住了 有沒有 現在看另外一個童心 她的思考方式 就馬上跳 她的小朋友是一直在邏輯裡面走 非常 你不要講說她是天馬星空 她沒有亂想 她是在一個邏輯裡面 sequence thinking 是跳躍 但是同樣一個track上面跳躍 沒有亂跳 說到這個我就想說 老師 原來control我們小孩子的思考 這個父母今天後來我給他介紹說 你們這兒子很特別 我看他外圖這樣 你趕快送到國外 走過去 拋開台灣這種系統 他在這裡一定完蛋 果然沒錯 後來不是上了師大 因為他成績有幾顆完蛋 可是到美國就變成天才 在我們這裡要考死地 國文 那就是害死了 就完蛋了 因為他那一方面的天才 在你的這種普通式教育裡面 他出不來 本來小孩子就是有各種才能 不是只有這種才能 有的人會喜歡跳舞 有的人會喜歡唱歌的 有的人會喜歡畫畫的 小孩子有很多能力 我們大人不瞭解 但是又有一個知識化 就要套下去就完蛋了 說到老師 老師決定我們小孩子的未來 因為他看錯什麼 你知道那個是一個篩選的管道 對不對 考試制度篩選制度這些 不符合他的他就淘汰 他要的就給他 叫做自由生 是不是真正是自由生 我告訴你 他就變成不是自由生了 他到美國的制度裡面 他才變成自由生了 因為這個系統裡面 他沒辦法照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 現在大家都覺得 搞不好我以前小時候 有好的教育 今天不是這樣子 過去 不會數學物理化學 不會背 考試只有兩個 教你怎麼背東西 第二個很快的速度 把背的東西吐出來 這就是考試啊 就是我們這套系統 不斷玩這個嗎 所以你不用了解 你只要很會背 很會快速記憶 快速背誦的人 就黎明 就變成他所謂的自由生 這樣不對吧 當然不對啊 外面的世界 不是你這種制度可以去 說到這個我就想說 老師既然這麼大影響的時候 我在說另外一件事 我自己 來下一張 先放大 我是個畫家 但是我的研究所教育 我是在美國 廢成一個學校念 我在念碩士班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 藝術碩士的時候 他們有那個叫做Defense 你會每一學期結束的時候 幫你作品擺出來 然後台下有一些有名的 在那個藝瓶夾座外下面 批評你的畫 那你要保護 叫做Aprojectives Aprojectives就是 維護自己的作品 它會對你的問題 對你的畫產生問題 說為什麼這樣子 為什麼這樣子 你就要說為什麼我這樣畫 為什麼這樣畫 那這就是他們的研究所的方式 然後那時候我的畫在那邊擺的時候 台下有一個日本教授突然站起來 他叫鍾李奇 他站起來說 你不要去黑手 我那時候就有點 我那時候就有點 嚇到 不 就是有點抓不到他的重點 我說 你今天是要批評我的作品好不好 你為什麼跟我講說 我沒有去過歐洲 晚來發生什麼事 後來我才知道 因為他從我的畫看到一些狀況 他知道我沒有去過歐洲 為什麼 這件事情有點 巴得我 就是有點 讓我受到一點挫折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蠻不錯的那種私立的學校 那裡面的學生大概 大概只有我沒有去過歐洲 所以我回到宿舍 馬上打個電話 常駐店 告訴我媽媽 很高手 告訴我我沒有去到歐洲 結果我媽媽說 好 那這個暑假你就回來 我送你去歐洲 那個暑假我就回到台灣 就參加一個團 我想說參加團的話 應該跟 比較好的 參加團的人去會比較好玩 剛好有一團是 台南那邊一個國小退休老師 都交了三四十年 退休 要去歐洲算 我說這團好 因為老師 少說也師專 師大畢業 才能去做老師 做了還退休 跟他那麼久 加入這一團應該不錯 結果我們去歐洲 第一站在這裡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哪裡 我上一期真的碰到 從這個地方來的人 我想說說那麼多次 真的剛才從義大利來 這是義大利的梵蒂崗 義大利是個國 梵蒂崗也是個國 它是國中之國 義大利是個大國 可是梵蒂崗是天主教的中心 這裡就是梵蒂崗 這裡面後面叫聖彼得大教堂 Saint Peter's 花了120年蓋好的房子 在16到17世紀的時候蓋的 都九頭 那時候沒有鋼骨結構 也沒有水路 也沒有阿溫頭 它把它蓋起來 我們九頭大了 就這樣蓋起來 蓋起來 這個小的外大 下一張 你看 這是現場的 這有人 驚到他去那時候 很小的那 我告訴你 他剩下任何一個雕塑 雕塑 看在地上都雕塑 一個雕塑的高度 就是三個人高 三戰老 一個雕塑 代理雕塑的 放在上面 十二個門圖 放在上面 你看這間房子有多多 他一散門的高度 就已經五層樓了 一散門就五層樓的高度 你們按照比例去看 這就是梵蒂崗的聖彼得大教堂前面 下一個 從上面往下看 俯看 義大利梵蒂崗的 我不要一直講義大利 梵蒂崗的 全景 都市裡面的景 這個另外再做一個環抱的狀態 是Bernille建議的 就是天主教不要光是一個教堂 它有那種擁抱群眾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我們其實像母雞一樣 把小雞都聚集在我的翅膀底下 廣場上有很多人 下一張 不好意思再回到上一張 剛剛講的那個雕塑就在這邊 一聲一聲的 十二個門徒 下一張不好意思 這是它裡面 Interior 裡面是看的 剛才我說的雕塑在這裡 裡面也有 有一個一個叫神龕一樣 String 它是姓陶放的那裡 這是紅衣主教每年開會 有誰有看過達文系密碼那部電影 有 以前開紅衣主教最後要選教宗 就在這個地方 下一張 你看 這都是大理石的地板 大理石的地板 義大利的大理石 整片 我告訴你 這是十六世紀 還是什麼 四八年以前的地板 就已經平平平平 真漂亮 摸得很平 我們現在到現在還沒有這個技術 我們看到地板是這樣 大馬路還不是平的 人家四八年以前就做到這樣 大理石的摸得很漂亮 又拼花的 你看看 多漂亮 你看看 裡面沒有在那裡 那種自然空氣流通的 也沒有冷氣 以前都是石頭蓋的 九頭 去貼出來 上面都是雕刻 第一口還有一個鍍金 下一個 再下一張 你看 人的高度到這邊 它只不過到這個柱子的下面 是一十塊 你看看 上面一千一千塊 貼上去 正常人看著這個 我第一個感受就是 震撼 怎麼這麼可怕 四八年以前的人做這件事 好偉大喔 要教堂這麼高 十幾二十層樓 石頭會建築這樣貼起來 你會很震撼 被他們的工藝技術 還有藝術各方面的能力 人家在四八年以前做這樣 我那時候正在欣賞的時候 結果後面有一個老師 貿易句話叫做 這個沒什麼 跟台灣廟一樣 比較大小而已 這句話說出來我整個人講 我說你怎麼會說這種話 怎麼說得出嘴 你看這個正常的反應是說 好偉大好漂亮 怎麼會說這個沒什麼 而且是小學老師講的 小學老師 是一個老師說的話 那時候會說 空氣 空氣的時候我就開始想 我不是馬上會回應的人 我就繼續走 我想說果不出起來 接下去 我們去法國美術館的時候 就剛才有一個事情 在美術館裡面 我們就是逛美術館 結果才進去沒多久 這些老師就不見了 老師自己跑去 我就看了差不多兩個小時以後 就走到買禮物的地方 看那邊老師的桌下 他說 修老師來來來來 什麼事情 你如果長那麼久 在做什麼 老早就在這裡喝咖啤 這裡還有音樂 還有氣氛 很好 我說 上面那麼多桌子 你怎麼沒去看 他說那些工夫要做 這裡就有了 這裡的小店 我們買的全本 都給你 好 我說 我們帶來這裡 就是要看真品 怎麼有人在看 你如果去買桌 在台灣買就好 走到這裡來 你去歐洲一團 要十幾萬 你沒有看到真的東西 跑來這邊喝咖啡幹嘛 在台北買可以喝咖啡 在台北吃點也買就吃了 所以這群老師有一個問題 他沒辦法欣賞真的東西 當真的東西造出來 他不知道什麼形象 他不曉什麼回應 你認為我們的小孩子 會被教成什麼樣子出來 他把這麼好 這麼美的藝術作品 建築物 當作什麼東西都不是的時候 他會把你這麼有才能的小孩子 當作一回事嗎 當然不會啊 對不對 好東西他看不見 放在他眼前也看不見 好東西放在你頭前也看不見 眼尖為憑 什麼是眼尖為憑 好東西放在你頭前也不知道 這是好東西 親菜說 你家的木材 如果木材買黃金 我們親菜給它賣掉 幾百萬就賣掉 賣掉 賣啊 裡面放了一噸黃金 你怎麼賣 你不敢賣 因為下面有黃金 藏在地裡面 沒人知道 對呀 同樣嘛 很多藝術品都覺得 那是有價值的東西 但是你看不見 那是賤賣嘛 不是賤賣就是跟人家招攤 不是嗎 因為我們不曉得 那個東西的價值在哪裡 就算擺在你眼前 你有沒有不知道它的價值 那雞子沒去摸 放在你頭前也 放在你頭前也 放在酒頭賺掉 對不對 同樣嘛 你看到人才 你也當然不是人才 你小朋友是雞子 還沒摸的雞子 放在老師那裡 剛才被人家招攤 要跟人家招攤 所以以前 沒有在他系統裡面的小孩子 就變成 不學好的小孩子 就去比較爛的學校 高中 急著就在 小排 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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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把它當作不是一回事來處理 小孩子被這樣處理 他不珍惜嘛 什麼叫糟蹋 就是本來是很高級的東西 被你放到這個位置來處理 那叫做糟蹋 美女 鮮花插在牛群上 就是糟蹋 他應該有的位置 應該被讚美 被欣賞的 被放到這個位置 叫做糟蹋 有給我糟蹋 那台灣人就去找他 找他原因是什麼 你是努力嘛 你賤白嘛 不是我們自己選的 我們自己沒有選擇要當努力 哪個人自己願意選擇當努力 沒有啊 過期我們就是 一樣 我現在跟你說很多 過去一天兩天的時間上了很多課 裡面跟你講很多好東西 但是你看到沒有一樣 你也不曉得這個法律代表什麼 好在哪裡 重要在哪裡 對台灣人有什麼幫助 我現在跟你講 但是網路上 我其實針對網路上在聽的人講 法律已經講這麼清楚 台灣人看不見 因為你沒有這個能力看 所以我後來我就想說 我是老師 我也是老師 我想說奇怪 這項老師有什麼問題 我就要想 這些老師為什麼看到好東西把它糟蹋 我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得出兩個結論 一個 他基本上沒有這個能耐 叫做capacity 英文叫capacity 就是電容 你們學過電學叫電容 就裡面可以放多少電 電容大的儲存電就多 電容 那換成度量來講就是 整度好吃的東西放在那裡 船在那裡給你吃 但是你的肚子這麼小 沒有載到這裡 你只吃幾嘴就飽 就結束 又好吃放在那裡 沒有 因為吃不下去 你肚子這麼大 對於這群老師來講 這個東西太偉大了 他沒辦法銷售 無福銷售 所以就算給他看到 同樣看著問題的人 對我來說是震撼 享受 互動 對我來說是這樣 就這樣 用它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出在哪裡 叫做解碼器 我來講一個字叫解碼器 什麼叫解碼器 你們都有在國外買CD拿回家看 對不對 你如果不同的區碼拿回家 亂碼 不會看的 除非你這個是萬用的解碼器 一定要有看到的影片 解不出來的話 就是亂碼 就這樣揮鼓鼓的一片 那你就要去買對的解碼器 一看就清楚了 然後看去你就知道裡面在講什麼 解碼器有一個叫做編碼跟解碼過程 就好像我現在跟你講話 我跟台記跟你講 其實這中間有一個編碼跟解碼過程 為什麼 我先有概念 然後編成台記 說給你聽 你聽了 還不了解 你要翻譯成概念 吸收起來 對不對 這是編碼解碼過程 說得簡單就是這樣 但是你若是日本人 我是用台記跟你講 你聽不懂 要亂碼 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還是說你是台灣人 我是日本人 我告訴你你也聽不懂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溝通解碼的過程 對這群老師來講 這個藝術品叫做 對他來講是亂碼 看沒有 三個都沒有 所以他需要一個好的解碼器 比如說他受過好的藝術教育 藝術史的教育 再來看 哦 原來是這樣子 要不然他用的解碼器只有過幾罐 看他簡單的解碼器 為什麼 就是台灣廟的概念 要去套在全世界各地 一定會出問題 我沒有說台灣的廟比較不漂亮 但是在這種 我們真的拿出來 逼平那時候你就知道了 人還是對美 對於複雜 對於深度的東西 有一個可受公平的標準在那邊 不是讓你親切也可以說一說 只有在位階比較低的 要跟人家找他 就跟人家找到這個地方 說這沒什麼 那沒什麼 根本就是你不敗 不是那沒什麼 那真的有什麼 是你看沒有 對不對 所以問題就出在這邊 那怎麼這樣幫助一個人 能夠看到美好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責任 我是藝術老師 對啊 為什麼要跟你講藝術 當然為什麼要講藝術 因為過去沒有人家 你藝術都看不懂了 你要講法律也看不懂 所以很多人過期就是這樣 你用金錢概念的世界 裡面照來法律看來看 這人在做什麼 或者用權力鬥爭的人進來 或者政黨鬥爭的人進來 還是說 我去遊行 結黨 這都不是 這是一個政府 這個概念對你們來講 就太難了 因為沒有這種語言 所以我藝術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們過去就是當作奴隸來教 奴隸為什麼要學藝術? 那不是你要學的東西 那是統治者的藝術 人家說藝術是什麼? 帝王之學 只有皇宮貴旨在學的 不是一般平民百姓在學的 平民百姓每天去做工、探錢 就給你忙碰茶 24小時就給你忙碰 但是來我們這裡的人 以後是什麼?Leader Leader 你要帶別人 你連這個都不懂事 為什麼要去帶別人 你跟他們一樣怎麼辦? 會來就不簡單了 這是第一步 但第二步你要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的頭腦要清啊 要清淡啊 對白骨仔仔的事情 你要很多解碼器 你要度量要增加 講到度量 什麼樣的東西可以增加度量 比如說 我那裡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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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世界就比你只會 中文的世界大 講到白骨仔仔 為什麼? 每種語言代表一個系統 同樣在網路上搜尋資料 我的資料就是非常大 大你好多倍 是在你在中文世界看不到的資料 就是這樣 就這麼簡單 智慧 vocabulary 智也代表一種概念 比如說 Post-Modeling 後現代主義 要怎麼說 你們在說什麼? 什麼現代主義 什麼是後現代? 你如果對這個字沒有概念 你不曉得後面衍生的意思 同樣的 這是在英文裡面的概念 我們翻譯叫做後現代 那是中文紀元 copy來的 其實這概念是西方發展的概念 先有現代主義 才有後現代主義 那它每個東西都有一個定義 Definition 我們台語也有很多定義 我們說 灰 灰灰 灰灰灰 灰灰灰 外國人怎麼聽到? 這三字都不一樣的意思 灰是什麼?灰啊 路邊的灰啊 灰灰 灰灰 看起來灰灰 看起來灰灰 看起來灰灰灰 灰灰 對不對 像灰三字就算那麼多了 美國人怎麼聽到? 他聽不到 我沒有說英文好 我只是講說不同語言裡面 概念的意思 代表是完全不一樣的意思 紅灰灰 代表是重複兩個字 什麼意思? 紅灰灰 什麼意思? 對嗎? 台語才有的 其他語言也沒有 那就是出味 所以我知道的語言多 我的capacity 就是我的capacity 但是語言不是只有說的語言 還有什麼? 聽的語言 你要聽東西 音樂你聽哪幾種? 是每一種音樂都聽 還是剛才聽歌詞 還是剛才聽什麼? 古典音樂 還是剛才聽熱門搖滾 還是流行歌曲而已 你怎麼總聽 這樣表示你的語彙很多 我都可以聽 吃可以吃什麼? 我跟我們吃中餐 沒有 日本菜你怎麼吃? 法國料理你怎麼吃? 牛排你會不會吃? 熟成牛肉你怎麼吃? 大家說我也要吃 好,很氣 雖然沒我吃 三千塊一顆牛排 給你吃到糟蹋了 你怎麼糟蹋了 因為你不糟蹋太好 你怎麼會吃 你怎麼說你要吃 後面去大家都會要 會要欣賞 會要吃嗎? 第一次都要喝 他要喝茶 酒 都要喝酒 以前過期台灣 都要喝酒 紅酒一瓶一瓶開 我說這糟蹋人 紅酒 一瓶十萬塊 就灌下去 你不要喝酒 一樣 對於說你沒有這個能耐 去吸收好的東西 好的東西 讓你手中變成毀掉 要把糟蹋人打算 所以要增加你的capacity 我剛才講的 除了聽的吃的 無感的語言 回過來推 小朋友 每一種人 他特殊的語言不同 比如說 有個小孩子用聽的語言 你如果叫他看書 他看不下去 他只是上課聽 老師講 他就學習 每個人透過不同方式 來學習四周圍的東西 有人透過肢體語言 一定要當 你不要讓他當 他就當不了 叫他坐好好的在教室裡面 沒辦法學 一定要到操場上去學 所以每個人他的能力 你要按照他特殊的專長 就要給他發展 每個人才能都出來 社會是多元化的 就要這樣去想 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讓每個人都得到最好的發展 人們都要受到尊重 就是capacity 你的capacity大的時候 你就可以能容乃大 我們現在說到現實的問題 同樣的投資報酬率 什麼叫投資報酬率 我錢等多少 收到多少 一旦去澳洲十幾萬 要去十天 扣到第一天跟最後天坐飛機 中間的時間 誰的投資報酬率最高 我的 我看到每個人都說 漂亮 讚 對老實說 你跟阿B 聊天 又跟他說一樣 跟吃中餐 我說你走一天 來到後面做什麼 開那些錢 什麼 聊天 所以同樣 而且他的生命去掉十天 我跟你說 你再怎麼活九十歲 一百歲好不好 但是你每一天的時間 是怎麼過的 你看電視看得太傻了 你的生命就沒了 時間到動 Stop 結束 下一個 你就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那個地方再跟生命沒有關 一條活的狗皮 死掉獅子好了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 投案的時間裡面 我開那一集 我把那個時間探到回來 每個人一天到晚在運動 運動說什麼 多活五分鐘嗎 你運動花掉的時間 是不是太多了 還不如好好加增加說 我單位時間能夠吸收量最大 那怎麼樣讓你單位時間 吸收量最大 就增加你的能耐 跟你的解碼器 對不對 你能吸收的 absorb 一樣生命 大家只有這麼多年好活 你為什麼把它做到 存在存在的 變成你的 在享受的人生一部分 那就是增加你的能耐 跟你的不同的 不同的智慧 增加 講到這個vocabulary 還有一個東西 語言下面還有一個是智慧 比如說 我說你如果人家不會 我會這樣啊 我們說看看好不好 說沒幾句話 所以你說你會中文 你會台語 你還是要什麼語言 還不夠 裡面你有多少智慧 會有幾字 因為一個字代表一個概念 你字懂得越多 你的概念越多 你在單位時間裡面使用的就越多 所以你這個人就 expand 你就把生命轉回來 這是一種 再來 還有什麼 我剛才講了一個解碼器 講到過去 日本教室那時候 站起來說 James 你玩的東西 你不要去叫歐洲 為什麼他看我的話 就知道我沒有去歐洲 我說的直接一點 因為我用色的方法 用顏色的方法不對 那一團我們去歐洲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當團不是所有的老師 都沒有氣質 有一個老師蠻厲害的 他一到法國的時候說 我台灣帶來的衣服在這裡不適合 怪怪的 所以他馬上跑到店裡面 把整個衣服都換掉 他連化妝品都換了顏色 為什麼 因為在法國的場景 跟在台灣不一樣 他帶來的衣服不適合在這邊 怪怪的 他有這個敏感度 知道顏色不對 所以他為了這個去調整自己 讓自己覺得在那個環境裡面 比較舒適 就是他這個老師對顏色有敏感度 他有顏色的語言 我女孩子唇膏 穿再買一支就好 不是耶 你們每個人膚色不同 用的唇膏顏色不同 用的粉餅打到粉底都不一樣 這個顏色要搭配衣服 搭配膚色 搭配今天的氣色 都不一樣 隨著心情 時間 氣候 都要改變 不能只有一支 對吧 所以這就是顏色的語言 不然存在公司做那麼多機 人越來越細膩 越來越講究 才會懂得把對的東西放在對的位置 然後得到該有的尊重 那就是人嘛 人應該這樣子 不然你就做動物 效果就好 對吧 不是這樣 所以我剛才講到capacity 剛才講那個老師 他表示他有顏色的語言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那個教授看到我的話以後 他知道我沒有去過歐洲 因為我用色的方法不對 你不會覺得台灣打的用色都很奇怪 大紅 大綠 大紫 都黑白白 那表示他後面 並沒有一個把顏色做管理的一個機制 顏色 色菜 沒有一個好的管理機制 只是會看起來花花花花 我剛才說 我剛才在用這些 看得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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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但是如果歐洲 不用繍了歐洲 跟一陣就看就知道 一陣就不是很漂亮 對不對 顏色他都會挑得剛剛好 所以你去看起來是很舒服的 庭院搭配的樹跟廟的建築跟結構 跟四周的住家 他登的廣告牌 甚至於傳單 或是他的衣服配顏色 都會跟那個場景都很搭 你有去到日本人就知道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他對色彩有敏感度的人 才會設定色彩標準 所以你們有做過室內設計的人 那種Pentone Color 你們用色彩溝通有一個Pentone 誰設計 日本人設計 歐洲有歐洲的系統 美國有美國的系統 日本有日本的系統 哪有中國系統 太落後了吧 還沒有再講究到這個地步的水準 還早得很 還早 還好中國人慣的台灣人更慘 你們要了解這個關係 我們以前是日本的地國慣的 我們以前是台灣的 有萬國博覧會在台灣 能夠辦得起這個博覧會 不簡單 表示以前台灣人的追蹤是怎樣 成幾何時都會翻到旁邊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撐倒回去 講到這個 那個日本教授就是 同樣看到東西 大家看到我的話 我也看到我的話 為什麼我看不出這個結果 他看得出的這個結果 就是他的戰場比我更高 比如說你們現在做公司老闆 你回來 那年輕人進來公司 你看一下就知道他會出什麼花樣 做什麼怪的都知道 為什麼 你走過這個人生經驗 你回來看人家看得一清二楚 就跟那個教授看我看得一清二楚一樣 你年輕人 你好像比拼的出來 什麼巴虎 沒有了 他已經充滿了很多語言 那種智慧在裡面做判斷 兩款 我們現在在華國共同黨 講到這個我必須要再講 來 下一張 下一張我再往前走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大家都沒有去到這裡 沒有去過 大家沒去過 來 這裡面有一個Shrine 上面都壁畫 上面有那個雕塑 往來上面 再下一張 這是Shrine Trapper 米開朗基羅畫畫 聽說過了 過了的年 上面搭一個棚架 在上面那裡 有徒弟每天給他送菜 去上面 在扁送也在上面 懶得上上下下 到後來聽說過了 那爺子夾的 腳底了 拔不起來 都把那些肚子夾吐吐吐 不要聽了 米開朗基羅 下一張 你看看 四周圍就是 新約的故事 上面是舊約的故事 你們如果不曉得 新約舊約 怎麼欣賞這藝術品 我請問你 你跟後天 就算 今天中了一個 什麼 頭等票 探著頭獎 歐洲旅遊時間 免費的 去那裡也是糟糕 你看不見 這個話你都不想 很多線紅 我會在上面 什麼意思 所以你要有解碼器 你要什麼解碼器 你要整個基督教文化的解碼器 要不然整個歐洲 我跟你講 你要學藝術的人 你不曉得基督教文化 你不要學了 因為整個歐洲藝術局 等於對你來講是零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解碼 怎麼看這些圖 來 下一張 再下一張 不好意思 這叫Pietas 這叫Pietas 所以你每一刀下去要厲害 我跟你講它厲害在哪裡 我們先不講它的故事 你們還解不了這個碼 待會我給你解碼器 但是我光是講說怎麼看大理石材料 因為大家都是製造業 當然我不介意你們用製造業眼光來看藝術品 那絕對是完蛋 但是我光講技術上你們就沒辦法了 這裡面有瑪莉亞 這個是耶穌 十字架上拿下的耶穌 他釘完十字架 他三天以後會復活 但是現在在復活前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要雕的大理石要雕出什麼 第一個瑪莉亞是活人 耶穌是死掉的 然後他身上有布 這是人的身體 這是人的皮膚 同樣在九頭 你在刻出有布的質感 也要有血管的感覺 肌肉的感覺 布料的感覺 飄逸的感覺 質感不同 布料是布料 皮是皮 人肉是人肉 石頭是石頭 座位是座位 你這個都要雕出來 光講這個技術就不得了 那我一步一步再講 好不好 那你要先知道裡面的故事 發生什麼事情 你不能表錯情 你知道演員表錯情很奇怪 你看戲如果表錯情 那個戲就看不下去 對不對 所以你要 而且你只有一個表情 可以表現的時候怎麼辦 整場戲只能一個鏡頭 咔嚓 你要選哪個鏡頭 雕塑家就做這件事情 他把那個pick moment 就是最高潮那個點 靜止不動 雕出來給你看 再往前一秒鐘就不對 再往後一秒鐘也不對 定格給你看 雕塑家要定格給你看 而且那個定格要讓你感動 很多電影 他不是要吸引你來看 他是不是會幾張劇照給你們看 那他可不可以亂選 亂選就人家就不來看 他一定要經過籌畫思考 哇 相片pick 相片pick出來給你看的時候 你會想來看這部電影 這就要定格 情緒的劇情的張力 在這裡表現出來 講到這我就要講一個 給你們忍耐一下 七分鐘 先簡單的把基督教 我們那時候上西洋藝術史 我是藝術家 那我們上西洋藝術史要先去基督教 基督教文化是什麼 我簡單的講基督教是什麼 基督教 這裡面知道基督教文化請舉手 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請舉手 沒聽過 請放假 為了要看這幅雕塑品 以後你們整個到歐洲去也都可以受賄 受賄無窮 所以就聽我講一次 七分鐘叫你賺回來 絕對值回票價 基督教 第一個它不是一個 不是勸人心善 最主要的好處 最主要的重點不是在勸人心善 你說有宗教是不是勸人心善 很奇怪 偏偏基督教的都不是 基督教第二個 不是一個精神寄託 大家都以為宗教是一種精神寄託 我覺得生活很空虛 我要來找個寄託 基督教偏偏偏都不是 不是 第三個 他不是勸你加入一個團體組織 奇怪 你們明明就有會友 那不是 基督教的 明明就有 那我跟你講 這三個都不是他主要的東西 他主要的東西是什麼 核心只講一個東西 我徐老師公文講重點 我不跟你浪費時間 所有東西你要仔細聽 都是講重點 基督教重點是什麼 救人不死 救人不會死 人會死 不要給你死 要不要叫你不會死 這是基督教的核心 基督教基督核心 怎麼會是救人不死 人為什麼會死 那我們現在講一個定義 什麼東西都要講定義 你講法律法 法律 我們現在講的民政法律 都是定義 什麼叫萬國公法 什麼叫戰爭法 戰爭法裡面包括哪幾個 都定義定義 它裡面講的被佔領區什麼 man occupying power 是什麼 都有定義的 每個字term都有定義的 那我現在問你 死的定義是什麼 原文死的定義是什麼 在原文的意思叫做separation 分開 分開 那什麼是死 靈魂跟肉體分開不就是死 狼系是不是靈魂離開肉體 就死 separation 分開 基督教還另外定義 人跟上帝分開 也是死 所以即使你肉體現在活的 但是你跟上帝關係是分開的時候 你就是死 在上帝眼中看來你是死人 因為你跟他不能溝通 雖然你身體活著 但是人死了以後什麼 靈魂跟身體分開 救你不死什麼 讓你靈魂回到肉體 讓你跟上帝的關係恢復來 救你不死就這樣 讓你活給來 有人講說基督教也 你說你不死 我也看過基督教要有墳場 那為什麼還說不死 沒有啊 基督教講話是說 當耶穌再來的時候 上帝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做個身體給你 行骨又回來 一樣就復活 就是耶穌復活的樣子 好啦講到死 但就問下一個問題 上帝造人是為了讓人死的嗎 他的目的是要讓人死嗎 不是喔 那我跟上帝 上帝造人不是要你死 有原因的 那你就會問說 什麼造成人跟上帝分開 什麼造成人會死 那你會講另外一個字 有兩個特色 一個叫做公義 justice 上帝的本性是公義的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罪 罪這個概念就很有趣 我們在家中古部 告訴台灣人 搞不太清楚什麼是罪 罪的原文的意思是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太減了 你應該再射中靶心 他差一點點都是罪 所以在基督教概念裡面 罪沒有所謂的大小 我們講的犯罪還是crime crime是在人類社會裡面 人對人犯罪 一個都是犯罪 但是在神學的概念裡面 犯罪是你犯罪against God sin against God 對神犯罪 神所定義的東西 你沒有在他定義裡面去做 就是犯罪 也就是說你不該做的不可以去做 你做了就犯罪 但是你該做你沒有做也是犯罪 這有兩個點 你們在想看有點繞口令 你該做的不做也是罪 你做了不該做也是罪 就是犯罪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罪還有一個概念 沒有所謂的大小 你犯了一個小的就是等於犯了全部 就是犯了罪 犯罪的結果就是什麼 就是要懲罰 懲罰的結果就是什麼 就是死 就是你跟上帝分開 因為他有一個本性是公義 上帝有一個本性 他有一個本性是聖結 Holy 就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因為在永恆的時間裡面 你一點點錯都變成大錯 OK 那是罪 那還有一個什麼 根據基督教的觀念 他說你心裡面恨人就是殺人 起心動念 如果按照這個定義的話 說得不好聽 你們並沒有比希特勒更好 怎麼說 因為你沒有希特勒的權利 希特勒有power 所以我把這罪罪一下 說那些人給我處理一下 就一團一堆筷子手 就出去把猶太人給殺死 他說自己都不用殺啊 他要不殺人啊 把他罪罪罪了 那是什麼 他的起心動念 那你今天是因為 你沒有希特勒的權利 如果給你的話 你殺的人不會比希特勒少 如果你起心動念 就會有人替你執行的話 所以問題就出在什麼 這裡喔 不是嗎 所以基督教的觀念就是說 你心裡面見了婦女動了一念 就是犯了奸淫 心裡面恨人就是殺人 全部這個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 有些人沒有一個人可以算沒有罪了 對不對 走不去啦 或者說你小時候曾經犯過一次 我現在大了不再犯 那也不算啦 你就犯過了 只要有一次就等於全部了 所以因為這個理由 所有的世人 你都說基督教不是說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 就直接說這個 過期你我三個沒 現在都三個有了 因為你把這基督教概念講好 罪是什麼 那現在問題就是 問題來了 有一個法官在這邊判案 犯人就抓到前面說 這個犯人今天偷了一個麵包 判五年突襲 那個搶了誰 那個殺了一個人死刑 照理說這法官是公義的法官 你做不到就給你判了 那你給你上罩就是了 但是今天送來的是什麼 是他兒子喔 他自己的兒子喔 所以這就產生一個很大的矛盾 一方面 因為這個法官跟這個犯人之間有關係 他按照法官公義的立場 他應該照判 照判才對 這就叫公義 可是他又不忍心判下去 為什麼 因為是他兒子怎麼辦 他又不願意判 因為他兒子卡在中間 他怎麼兩拳 他自己下來 因為其他都是犯人 全世界人大家都犯了罪 沒有資格替這個人付賬代價 你要保世都不行 都沒有外面的人來保你 所以他自己 所以基督教講說 耶穌道成肉身來到職業上 為世人的罪死在十家上 所以耶穌來的目的就是死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講這個東西 可是他死以後還要復活 復活證明他是神不是人 所以你才可以相信 所以這個就是Pietas 米開朗基羅在刁這個的時候 就是那個關鍵點 什麼關鍵點 那時候耶穌定十字架 後來確定他死了以後 因為那個兵插那個劍到他的肋下 讓那個血流出來 血流出來 如果血小板跟組織翼分開的話 這個人就掛掉了 這真的死了 不是死一半是真死 那時候門徒就把耶穌的屍體 就放在瑪利亞這邊 瑪利亞就抱著他 你知道瑪利亞生耶穌 但是她是聖靈感運 她是同女生子 她不是跟人發生性關係 是生的 所以她不帶著罪性 所以耶穌是無罪狀態 可是 所以這個有一個矛盾 又是我的上帝 又是我兒子 兩個身份很糾葛 死在我手上 她又相信這是她的上帝 那上帝怎麼會死在我手中 她有一個很複雜的心情 所以她那時候那個表情 在那樣的神學的概念裡面 要表現出來 是什麼樣的表情 你也不能哭得過分傷心 她就有點表錯情 怪怪的 對不對 不符合劇情 所以她那個表情是 英文字叫contemplating 還在思考 在想 在混淆 因為耶穌還沒復活 上帝怎麼會死 如果她是神 而且她之前行了這麼多神蹟 一定是上帝 她也不可能死 那也細 所以她那時候在思考這件事情 那那個思考的表情就是這樣子 不是那種哭得哀天搶地 好像沒有希望死了兒子的媽媽 不是那個表情 那錯啦 所以她表情要對 所以米格朗基羅 首先她神學的訓練背景 要夠給來做這個詮釋 這就是藝術品 這叫藝術品 藝術品裡面思考的內容非常的深 我告訴你 當然要把工匠的東西跟藝術品做比較 有學生問我說 老師什麼叫做工匠 什麼叫做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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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藝術品 這東西怎麼區隔 你們再做的會不會 沒有人會好 我告訴你 在你製作這東西的目的 最後追求的目的是什麼 工匠是什麼 最後要拿市場上去賣的 你是要服務市場 但是米格朗基羅不是要服務市場 它是追求那個更高 更完美的一個抽象的概念 比如說追求神學上面的意義 追求什麼 跟市場沒有關係 所以不要動不動把工匠的東西 拿到藝術的level 他們討論的問題 思考的問題都不一樣 贊助不一樣 就好像我們現在林政府 做的是法理的層次 不要拿錢不要拿權利 這個來講 你講不出來 不同的目標 不同的訴求 為了台灣人的前途 是整體的考量 不是單方面為了你的利益 他的利益 還是我們這個人的利益 來唱 這就不是 我現在講的是藝術 藝術可以解很多碼 我光是講藝術裡面 都可以解開裡面 再下一張 一樣的 另外一個叫Bernini 也是柴氣綜合的雕塑家 他一樣雕一個很漂亮的 這是一個男的追女的 追到最後一分 這個女的變成素姿 他就得不到他要的這個女的 所以就是一個很暢然的狀況 可是你是評審的話 叫你來評哪一個作品 米開朗尼基隆監 我跟你講 技術上面兩個都差不多很厲害 差沒有多少都很厲害 但是他訴求的點 不一樣決定最後誰勝出 米開朗尼基隆監 我會投一票給米開朗尼基隆監 他就不會 雖然他 我跟你講他技巧不會輸給米開朗尼基隆 一樣 而且也器具性的張力也有 可是那時候就用什麼來比了 就是說你背後所訴求的那個概念 不夠輕 要來決定 下一張 今天不討論那麼深 這是什麼 今天我看我要站站一下 我們直接跳過這個地方 我們去講 講那個藝術作品 皮卡索的 再跳再往前跳 你跟 就走就往前跳幫我跳一跳 然後我跟你講什麼時候停 往前 就按這個鍵 往前 等一下回到剛剛那個登錄月球 我上次我在演講的時候 我講說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地球到月亮的距離的幾倍 現在美國登陸火星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地球到月亮的幾倍 我們人類有登陸月球 對不對 我跟你講一千多倍 一千四百多倍 怕死人 再下一張 那就是登陸火星的小艇 叫做好奇者 這是第一張照片 來 下一張 這是以前的紐約 18多少年 再下一張 1907年的紐約 人已經這麼厲害了 紐約喔 190幾年的時候的紐約 再下一張 難怪世界強國 再下一張 再 再走 OK 這個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耶穌 復活以後的耶穌 你如果沒有那個故事當背景 怎麼去看這個畫 這個畫很奇怪 這個人的手 有鏡頭哪裏 那些人的辛苦的腳 你在歐洲的美術館 人家看到這個畫 我就傻眼了 這是什麼東西 導遊解釋 導遊也不懂 但是你有這個 徐老師講過 你就可以去歐洲了 就可以看得懂 你把基督教的觀念 弄清楚再去看這些畫 看有了 這以前有人叫 多疑的多瑪 去貪那個耶穌 你敢真的復活 耶穌說 不然你拿拼給我吃 他把餅吃下去 魚葉吃下去 這樣還不夠 我要真的摸到看到才算 所以就說 不然你也摸啊 你真的摸到看到 我們現在也經歷過這種 同樣的事情 明證有在進行過程中 明明就這麼明顯 有人說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拿到什麼東西 我一定要什麼靜命 才可以 八爪蝦子才可以 很多 很有趣 這是有關係的 再往前走 這個是以前 我們大概 台灣的藝術教育 就停在這個地方 叫做印象派 大家都看得到 一大堆稻草 收割完了 以後堆在一起 對不對 等著變成肥料 在有機肥在做 對吧 那時候印象派的人 就畫這樣 畫很漂亮 大家也會欣賞 但是在過去就看不懂 再下一張 這個反骨還看得懂 至少還有房子 還有那個天空 大家覺得很美 再下一張 這個人是誰 帥哥是誰 帥哥是誰 他只有163公分 但他是一個尾人 尾人不一定要高 163 他叫皮卡索 來下一張 皮卡索畫這個 看得懂了嗎 可以看不 可以欣賞嗎 你們要誠實說 不會 然後我就給答案 對不對 我就給你們解碼器 這幾個字 這也不美 拿來還世界名畫 還賣那麼多錢 過了一億 好幾億美金 好幾十億 好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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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不是不會了 也是 這樣是不是也是 也是 所以不同的角度看同一個東西 意思就是說 同一個東西 我時間靜止 你的觀察點改變的時候 就會產生這個結果 所以同樣畫一個人的臉 為我的臉來講 我不一定只畫這個方向 我不是只有這樣看你 這邊也是徐老師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那我把它放在一個臉上 我鼻子從這邊看 我眼睛從這邊看 我眼睛從這邊看 左眼這樣看 右眼這樣看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所以時間靜止不動 我的觀察點改變 就會產生這種結果 藝術家的責任變成 想辦法在這麼複雜裡面 理出個頭緒來 你看得懂 又可以欣賞 又可以有新的觀念 下一張 這是比卡索早期 他一下子就變成抽象了 他一開始眼睛就開始乖乖 有沒有 他其實是寫實很厲害的人 下一張 這個人 比卡索說 我畫這個畫 其實我跟人家偷的 那個人叫做賽上 下一張 這就是賽上的圖 剛才那座山沙 後來晚年的時候 搬到這個山的對面 下一張 他一開始畫正常的山 對不對 山 像沒有要為 你們在座 各位都有寫生過 對不對 有沒有寫生 小時候有沒有老師 帶你們出去外面寫生 都沒有啊 都當然去上數學課 等一下沒關係 好 下一張 怎麼變成這樣子 我跟你講你們寫生出去都多久 可能早上八點到中午吃個便當回家 對不對 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寫生怎麼寫生 早上太陽這樣子 到中午的時候已經到這裡了 你的畫還在畫早上八點嗎 那就有問題對不對 為什麼 太陽都換的位置 你的影子是不是換的 一定換的 那雲來的話 如果遮了太陽呢 你還在畫早上八點那一時刻嗎 你又不是照相 咔嚓 對不對 如果你是一個誠實的寫生的人 你應該畫當下 我看到什麼就畫什麼 我看不到我不可能 要不然你就是騙人嘛 沒錯吧 所以 這個畫家就是忠實的記錄 同樣一個地方 位置改變 時間改變 位置不動 我們剛才是 東西不動 位置改變 那倒過來 我們現在時間一直在動 在上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誠實 誠實的畫 所以他在調顏色的時候 這樣調一調 畫在布上的時候 再去看那個風景 顏色變了 太陽換了位置 雲過來了 變成灰暗了 所以他趕快再去調下一個顏色 調一調再給它放上去 所以在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就用台語來講 灰灰 灰灰灰灰 對不對 灰 OK 就這樣子 所以他畫出這個畫 皮卡索很厲害 要操他的東西 他用了別的方法操 他說 你是 東西靜止不動 觀察點不動 時間在動 那我倒過來好不好 我東西不動 時間不動 觀察點動 所以產生我的立體畫拍 我厲害嗎 是不是 下一張 我今天不會講太快 我講快一點 因為時間關係 再往前 皮卡索做了什麼事情 他開了一扇門 皮卡索這個動作非同小可 他做的這東西 馬上影響到其他的藝術家 他說 原來藝術可以有不同觀點去看同一件事情 所以 皮卡索開啟一扇門給很多 比如說 歷史學家就改變了 以前 我們討論歷史一下 哪一個王 殺到哪個王 建立哪個王朝 對不對 中間發生什麼 政爭 這是一個觀點而已 同樣那個時間裡面 很多人在活 所以會產生什麼 可能以一個城市 作為基礎的一個歷史寫出來 可能一個國家 那時候全世界有很多地方 全個地球很大 因為印第亞人也可以寫歷史 對不對 所以有化學史 以化學的觀點來寫歷史 有物理史 自然科學 生物史 也有藝術史 音樂史 哲學史 文學史 不同的東西都可以寫歷史 所以你要看整個人類在那個階段 歷史的那個點裡面 你要看很多個史 從不同的觀點 才會抓到事情的真相 對不對 才會掌握得更正確 不會只有一個單純的觀點看 所以我們這樣民進會 資料弄幾百 各種各樣的資料到位了 讓你看整個歷史是怎麼走向 這樣就清楚了 當你真實的東西照出來一陣 沒辦法再否認了 所以那時候有人就挑戰說 誰說畫一定要畫在平面上 做2D的效果出來 那我直接給你3D的就給你 做3D的效果出來 不用啊 我直接給你看3D 所以他每個筆刷 就把它刷成 就用木頭給他做出來 把你一疊一疊疊出來 然後下一張 有人說畫布誰說 皮卡索就開了一扇門 他們說潘多拉盒被打開了 那畫畫是一定要畫在帆布上嗎 大地是我的畫布 我要插壁雷針 那我也不自己畫 叫上帝來畫 打雷閃電一下 是不是畫 可不可以 他就照相就好了 就要大地移書 我厲害嗎 下一張 有人這樣子 我就拿一個推土機 把山上的土 推到海裡面繞一個圈圈 酷不酷 也可以啊 這也是創作藝術的方法 看你怎麼定義 對吧 這個已經是五六十年前的藝術作品了 看看我 我現在只是把你從1900年 拉到1950年 60年而已 那些人在做這 我們已經很落後了 我們教育真的落後人家很久了 再下一張 這個是 又拉回在之前 那個Picasso之前 一個叫做 誰知道這是誰 誰畫的 到巴黎島去 到一個小島上面去 一個法國人 哪個藝術家不重要 我要講的是什麼 他的題目叫做 我是誰 我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 藝術家已經在思考這個問題 你們是誰 我們是誰人 我們過去剛才來 現在在哪裡 要去哪裡 我以前給你帶了一個概念 這個先停住 一個是資源回收人的概念 講到這個 我要再想更早的 就是 存在感這件事 存在感是什麼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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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個嬰兒 嬰兒 當他出席一陣 他怎麼知道自己是一個存在 透過媽媽 媽媽互動 我肚子餓 媽媽給我餓 我吃飽 我開心 媽媽給我餓 對吧 好一陣給我餓 你就慢慢就知道自己有存在 而且跟人家有互動 再來爸爸來 爸爸也給我餓 我就慢慢知道我有家人 沒錯吧 那我就開始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因為我跟他們互動都很正常 有自信的小孩子慢慢長大 他就會學習能力就增加 他就可以學得很快 所以這種存在感很強 一個村子裡面如果存在感很強的家庭是怎麼樣 你若生又老 又勇 女兒生又漂亮 走到外面都有風 人家就叫旺族 對不對 旺族 叫旺族 就是他存在感很強 他這個家庭出來 沒有人可以把他否認 有啊 有這種家庭 你們都知道 一定會有 從小都經歷到這個 可是這相反的情況是 像我去育幼院 經常碰到 受女兒 我通常都會辦活動讓他們出來 就是吃糖果啦 玩遊戲 給他們調劑 那有一些小孩子都會躺在肩膀 就一次不出來 雖然都聽到要糖果也都吃到 但是就是別的都 當作我沒有看 他心裡在想說 當作我沒有 我不在這裡 你不要把我算在那裡 為什麼 就是很低的存在感 不希望人家知道他存在 那就是以前的叫我虐待 就是好像 嬰兒出行一陣 肚子餓 叫我咳嘴巴 好一陣叫我咳嘴巴 叫我咳嘴巴 就是要收虐兒 收虐兒的話 就沒有存在感 我的存在到底怎麼樣 我現在是什麼狀況 他一直要去 反覆的去調整他自己 調整不好 就變成受虐兒的狀況 都咳起來 都藏起來 他說我到底活著在幹嘛 我在存在在做什麼 受虐 他沒有存在感 低存在感 低存在感 以後學習能力就差 差的話競爭力就弱 就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以後就沒有競爭力 所以什麼 很多強的就要保護弱的 對不對 有個家庭強的就會保護弱的 一個族群跟一個部落 因為一部落就慢慢形成 照顧的比較糟 部落跟不作弱會打架 為什麼會爭奪水的資源 地啊 土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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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的又被消滅 又被關掉了 慢慢的部落越多 就形成小的國家 國家跟國家也繼續打 打完了以後 變成比較大的國家 越強的國家滴滴起來 結果一國家越來越高越大 以前日本也是戰國 中國也戰國 歐洲也戰國 那種小的大型的國家開始戰 戰到最後變成大的國 現在最大的國家是什麼 大英國協 美國叫什麼 合眾聯合國 不不 美利堅合眾國 英國 美國 它就是不同的州 併在一起的 所以它很有競爭力 很強 它就攻擊別人 世界上有幾個國家 但是你強歸強 存在感強歸強 你還有實力當作後盾 有的人存在感很強 可是沒有實力 土地比較強 有實力就打倒了 國家裡面誰是實力很強 存在感也很強的 美國 沒有實力很強 日本人 明明實力很強 不跟人家說 美的 什麼是實力 存在感很強 實力很弱 比如說中國 沒有實力 沒有實力 很多是台灣人 所以我剛才說受虐兒 台灣人 其實都是受虐兒 當你跟人家說 我是誰 我是台灣人 你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 你是中國人 對吧 你被人家 不光是被人家 就是一直被人家 否認你的存在 所以你有受虐兒的個性在裡面 現在跟你說 有一個機會 你是不是自願當受虐兒 不是 因為過去 我們也是強國 日本以前可以比國 受比平的 可以打起來 是我們去用戰敗 我們 當作什麼 我要說 部落跟部落之間 小台 到底是什麼 把對方的首領頭砍下來 掛在地獄上面 對不對 世衆要把他害怕 那村的人就會聽話 你們村裡面 會有比較少拍的 比較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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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都留下來 為什麼 田地還是要有人去耕種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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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有人 你們這些人就是 被他收編的 叫什麼 資源回收人 你知道嗎 我們都是資源回收人 去用資源回收 就每天的努力上班 每天忙朝九晚五 為了生活去打拼 這樣就好了 你們其他不要管 過去我們就資源回收 大日本帝國戰敗 他不希望你起來 所以你這個系統 被人家毀掉了 為什麼 他叫中國立方政府 幫你統帝 蔣介石不退一次 幫你吞他 就是為什麼 把他押押到你 沒有辦法 把他押押 發揮作用 台灣人太強了 過去到菲律賓去 炸了馬卡斯的部隊 很強的 以前日本 台灣的建設 是比什麼地方都強的 台北市以前有地下水道 衛生下水道 很高級的 帝國大學 你看以前的 什麼中央銀行 公賣學 都很漂亮的家 過去台灣建設很好 日本那時候 大於一半以上的 國內的預算 是放在台灣 日本國會 你們去查 國會議員起來 抗議說 為什麼那麼多錢 放在台灣 為什麼 台灣是他的土地 是他的內地 所以他會大量的建設台灣 就是自己的土地 才會這樣做 台灣人不知道 所以戰敗之後 要幫你支援回收 叫人把你吞他 叫什麼三四流的國家 找他 所以那時候 中國人來 沒有看到自來水龍頭 買一個水龍頭 然後倒在牆壁上 說 純爛沒有水 倒回去打那個老闆 因為他不曉得 自來水 是有一個系統 後面要接管子 那就是過去了 膝蓋也沒有 你就是台灣人 為什麼要去找他 跟你說你是中國人 不是啦 我們知道 現在有科學證據最清楚 你上網去查 什麼叫做 Human Migration Map 人類牽移屍 用DNA來查最準 說你中國人 查空了 我們DNA裡面學了什麼 我們是M174這個枝 你去查 上網去查就好 這是科學證據 所以來自民進府 說兩項事情 歷史上的文件 這是事實 還有科學上的證據 沒有再講一套故事 被騙你 沒有啊 就是Facts 你們要用什麼方法 來理解這個東西 最後一個東西 Reason Reasoning 你要學會用理性 來去判讀 邏輯去思考就好了 困難都沒有 我沒有在煽動你們的情緒 我都用很理性的方式 來跟你對話 即使在講藝術 也講得很理性的東西 你們在接受高級班訓練之後 你們都是Leader 你必須要有這個能耐 才能做這個角色 不然你跟外面的人不是一樣 這來一堂課一堂課 我不管你現在的人多是很少 我知道這條路是對的時候 一直走下去 人比較久我也在這裡講 繼續講 總有一天台灣人就會找到 我就講 我每天講 每次只要有課我就講 講一樣東西 我知道他對的時候 我一直堅持走下去 為了台灣人 不然你的台灣人被人家消滅 你真的台灣人去認同中國 你知道中國人家確診你的血統不存 不然我們的英雄 信式用文化用宗教給你影響 過去 像羅漢卡來台灣 只有一個男生 戴著金子 就以為說台灣人都避宜 哪有可憐 不會的 因為他第一代跟人家結婚之後 中國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第二代後 四分之一 第三代後 沒有了 不要算了 所以我們真正的社會 在福爾摩沙這個island上面的 高山座跟高山座的人 這是我們真正的身份跟血統 我把這個事實呈現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你要做選擇 我當我把歷史的文件放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怎麼辦 我告訴你你是台首本的 政治上地位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準備怎麼樣 把歷史上的事實翻開來給你看的時候 你做什麼選擇 我幫科學證據你的血統拿出來給你看的時候 你做什麼選擇 人家就要找起來了 不然你就消失了 好在這個時間點上 這件事給我揭出來 你才知道自己是誰 你要趕快找起來 趕快跟你旁邊的人說 說我是什麼人 你的存在感現在找到了 你不要在錯誤的裡面 說要殺人很簡單 不用 不一定要殺你的身體 讓你有對自己的 你的身份錯誤的認知就是殺人 那比殺人還要害 為什麼 他留你的身體來用 可是你有錯誤的認同 你認同你是中國人 不是啊 結果不是 你真的去揭那邊的人 還想說你是雜種 拜託 你真的純種的台灣人 你沒有去做 要去做認同 那高級的國家 在大日本 你沒有去做 去做中國人 台灣人 你真的投給我去 秘書長說明年 是啊 中國人會來發 他們的IT卡 看你要申請嗎 申請之後你就懷疑 台灣人家搞清楚 旅行證件年底 身份證趕快去辦 確認自己的身份 做得名證言順 我們叫做名證言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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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證言順 不要講什麼包裝什麼 什麼 他們這種CIS什麼 先不講那個 當你認清楚自己是真正的身份之後 要做什麼來題都簡單 什麼困難都可以克服 什麼樣的辛苦的路都可以走得下去 但是如果目標定錯的話 叫我多走一分鐘 我們都不會見 所以為什麼人的 人會退而求其次叫做豬的文化 就是在那個高層次 比較高的 人家的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訴求 什麼是高的層次 我是誰 我應該做什麼 我在這裡做什麼 為什麼要過每天的生活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你村的你會像豬一樣 有一天有飯吃就好了 你會訴求越來越低 我們在這裡罵說中古地 不是我真的喜歡去罵人家 是說他的思考思維方式 像豬一樣 沒辦法有高的訴求 所以退而求其次 只到吃可以吃飯 有多多多的情 也甚至要做豬文化 我們被豬文化的人 被豬文化的人 比豬還要慘 那叫台灣人 台灣人很可憐 但是現在有機會 讓你淘汰出來 為什麼要趕快走出來 明明聽到為什麼大家 還安逸於你每天過 我跟你說 生命很快就過去 你開什麼Lamborghini 跑車 賓士跑車 那些都不算什麼 人走到一個Kamza 你到底是誰這個東西 要跑出來 所以很多台美人 走到美國還是說 顧起來你會覺得 我到底是誰 在美國做什麼 我在美國待這麼久 我被認為是minority 是少數民族 然後在那邊 自己台灣人 整堆在那裡 很奇怪 我沒有說 你如果志向 真的要當美國人就算了 問題是 很多人進不去 人家的文化 也回不到我們的文化裡面 你是卡在中間的一群人 Somehow somewhere Sometime 在你的時間 人生的一個點上 要做一個抉擇 我活著幹什麼 我是誰 我現在在歷史上這個點 我為什麼要活著幾年 為什麼要經歷這些事情 我為什麼今天會坐在這邊 聽到這個消息 我應該對這個消息 什麼回應 那就是你的價值 你人挖到 嫁人就在吃 不是你今天吃了什麼大餐 那一下就忘記了 你開什麼跑車 沒人會屌你這個事情 你到底是誰比較重要 我的identity 我這個人是誰 為什麼活著 一定有他的目的 在這歷史時間 在天點上出現 一定有他的目的 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你們會來這裡就不簡單 一定有 我跟你講世界上沒有亂數 什麼事情發生 一定有定數 就像我會來在這邊一樣 跟大家講這些話 一定有個定數 我就符合我這個歷史上的任務 我這個人的活存在感 就得到滿足 我怕他講到這裡 OK 下課 請各位台灣起立 走勒 下課休息 老闆一樓 餐廳永餐 謝謝